当中美之间的科技战已经打到有你无我 有我无你的时候 这个时候美国去中化 中国去美化 而且它就是一个全世界已经正在调整的一个整个的过程了 那台积电的墙当然是来自于说 它的制程上面非常的先进 这个是台积电在全世界都不可或缺的角色 即便是英特尔或者是神送 你看到说那么英特尔说我的7奈米的制程可能会延后量产 然后这个神送说我不挑战7奈米 我直接跳到了这个2奈米 都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说穿了就是台积电在制程上面领先太多 以至于这两只星星要来跟这个台积电来竞争 其实你必须非常的佩服台积电 它在这方面竞争力的展现 但是现在全世界的半导体业最热的一个话题就是 美国到底要如何的才能百分之百的去中化 它又应该做到什么样子的程度阻止中国大陆的半导体业有任何的发展 现在传出来美国底下的一些公司可能是苹果也可能是灰达 它可能会去买安某这是一个英国的公司 但是后来是被日本的软体银行软银 那么所并购了之后 现在软银它内部碰到一些财务上面的问题 因此它要把安某给卖掉 它卖给谁 如果它卖给了美国企业 比如说它卖给辉达 卖给了苹果 它就变成了另外一家美国公司 安某的重要性在于 它是所谓的整个的半导体 最上游最上游最上游的那个设计架构者 那我今天的这个设计架构呢 如果变成一家美国公司的话 那对不起 中国大陆任何一家公司都不可以再沿用 安某的设计架构所设计出来的IC设计 以及它制造出来的所有的晶片了 所以安某的动态对全世界影响很大 那安某如果真的变成一家美国公司 就算它不是美国公司 可是因为它现在不是一个中国大陆的公司 或者不是一家中国大陆可以操控的公司 或者可以信任的公司 那无论如何 中国大陆都必须要扶植自己的智慧财产权的公司